- 大家好,今天是8月15號禮拜四,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我是李悠 那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國股市影響 大家在昨晚看到美國股市成一種巨幅的下跌的時候有沒有感到非常的擔心跟害怕呢 其實這個地方美國股市大跌800點,但台北股市其實開盤開得不夠低啊 所以這個地方呢才會導致於說它往後它持續的做一個震盪整理 而不是呈現一個開低走高態勢 最主要是因為開得不夠低 那今天中場呢它是跌100點,那成交量呢還好也沒有放大很多 其實今天並沒有恐慌的氣氛 因為今天上漲的加速漲停的比跌停的還多很多 一開始跌停板的加速還不到一加 那這個地方成交了1211億 也沒有放也沒有明顯放量啊 代表說其實這個賣壓沒有很明顯的宣洩 因為這個地方開盤的低點之後呢 其實感覺上就好像有人在互盤在蹭一樣 所以我們的跌幅跌點是明顯小於這個美國股市的 那我們照例從這個短分時線來跟各位同志們做一個分享 其實昨天啊,昨天在這個地方 它就很明顯在收盤的時候 昨天它就出現了這個指標背離的跡象 因為昨天收到前一天是美股大漲400點 那大漲400點之後呢 台股開高之後它的指數過前高 但指標呢沒過嘛 那後面還有4個小時嘛 就慢慢的往下走低往下滑落嘛 因為昨天晚上前一天啊 這個美國股市 因為台北股市外資是呈現一個賣超的跡象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指標背離過後呢 那今天開盤真的因為開的不夠低啊 那本來就是還在持續修正狀態嘛 因為開的不夠低 所以現階段就是還在持續的打底啊 還在探底還在側底的階段 也就是說還沒有正式的落底 但是因為它在持續阻底啊 對於整個未來的後世其實是好事一件 為什麼呢?因為最快下個禮拜 它就有機會轉折向上 所以你重點是觀察這個地方 這個黃色的這個方向線呢 隨著這個地方上下來回震盪打底之後 什麼時候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出現黃金交叉往上走 那這個股價呢能夠站到這個方向線之上 就代表說這個地方初步有止跌跡下 只是說現階段時間還沒有到 還需要再等一下下 那我們從日線架構來看呢 這個日線架構 其實你看這個KD指標 好像準備要黃金交叉嘛 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還是在低檔動畫的一個階段 其實危機還沒有解除 還在持續打底 所以我們左手邊這個地方 我們先請有分享 你看到這個長下影線 你不要太開心嘛 這個地方長下影線不要太開心 因為它還是還在主底階段嘛 跟左手邊是一樣的 它左手邊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破底啊 但是指標沒有破底 經過了三次的背離之後 它才正式的轉強向上 那這個地方呢 離上面轉強這個位置 其實說實在還差 蠻長的一段距離 所以它還是要持續的打底 好那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周線架構 周線架構也是一樣 其實周線架構啊 大家要觀察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因為10180是上次政府在這個地方強力做一個護盤 八大光股行庫連續幾個交易日都大幅度買超40億以上的一個金額 想要強力護盤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呢 接下來是絕對不能夠再被跌破 一旦再被跌破啊 那代表說這個地方護盤你白護了嘛 好所以這個地方它的賣壓就比較沉重 那我們客觀的你先不要考慮這個護盤的因素 其實這個地方它還在持續修正 而且是第三個禮拜的修正 所以這個禮拜明天是禮拜五嘛 就顯得相當重要 如果禮拜五持續讓它往下收低 甚至於說破這個10180的位置啊 那這個對於比較中長線的架構可能會影響更大 因為接下來你要特別留意的是月線可能會跟著也被帶下來 月線的架構它的這個指標位置又來的更高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要持續的觀察這個10180 到底這個地方政府有沒有決心想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護盤動作 可是指數呢跟個股也是要分開來看的 因為即便這個盤呢今天看起來是跌100點沒錯 但是還是有很多股票它的表現是強於大盤喔 它領先大盤往上做一個走強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 其實今天三大法人啊外資的部分還是站在賣方 那昨天賣26億今天是賣58億 那三大法人今天是賣56億 昨天賣10億嘛今天賣超的這個現貨賣超的金額又更擴大了 但是以這個美國股市啊跌800點的情況之下 台北股市開低那收盤跌100點 其實賣56億算是相對比較低啦 所以很明顯的是有一次手在那邊撐嘛 那只是說比較樂觀的地方是說這個期貨大戶啦 前五大昨天是進多單全部出掉之後還反手放空嘛 進空單1227口 但今天呢趁開低其實這空單真的蠻靈活的 它一下子把空單全部補掉之後 它又翻成進多單2624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外資在這個地方還是持續的 比較偏向保守的看待後面的行情呢 為什麼還是賣一些全職個股為什麼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3250億美元的商品 其實在川普一開始他的說明是說這個 課稅的項目啊 它會延後到12月15號 但實際上呢這個最新的這個新聞 就是美國的貿易代表署嘛 UST啊他後來有針對這個細項 就拿出來討論 他有說其實9月1號啊 關於部分的商品就是 跟手機NB玩具相關的這一類的 比較偏向民生必需消費的 跟這個美國聖誕節商機還有這個開學季 可能會用到的這些東西 影響到美國一般老百姓民生必需消費的 這部分他是延到12月15號才開正 所以這部分有1600億左右 可是9月1號如期開正的部分 還是有1100億啊 比如說像這個蘋果Mac電腦 或者說像這個智慧手錶啊 那個智慧音箱啊 藍牙耳機這一類的產品 這一類的相關的產品 其實他在9月1號還是如期克10%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說外資他一半一半嘛 他看的是比較保守一些些的 好那再來是我們看到 這個昨天晚上美國為什麼會大跌 霸霸一點的情況 其實在反映的就是殖利率倒掛嘛 那殖利率倒掛呢 其實市場最擔憂 其實早就已經倒掛了 5月份開始這個3個月 6個月12個月的 其實他本來就已經高於這個2年 5年10年期的嘛 那重點是說 常在的殖利率為什麼會倒掛 常在殖利率倒掛 就是你借錢給美國政府10年 但是你可以拿到利息 竟然比借錢給美國政府 這個兩年的利息來的更低嘛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照理來講 你借錢給美國這種10年 你承擔的風險是比較高的嘛 那理論上 長期債券他的這個給你的利息比較高 可是為什麼長期債券利息 反而在這個時候突然變得比較低 呈現這個倒掛現象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市場他覺得未來經濟會變差 那央行為了救經濟他在降息嘛 既然降息 他未來的利率會往下走嘛 所以大家跑去買這個10年期的美國政府公債 所以政府公債價格推高之後呢 他的殖利率他的利率就往下降嘛 這個觀念有點類似像這個股票股利 有點像這個我們在參加除全息的時候一樣 我們參加除全息呢 那你如果說買的這個股價越高的話 那你的這個股息殖利率不就降低了嗎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同樣道理 所以這個美國長期政府公債的價格變高之後 他的殖利率就走低嘛 所以降息更會導致於公債殖利率走低 長債的比短債的是來的更低 那這種情況呢 在過去啦 在過去只要發生這種狀況 他就是會陷入經濟衰退 而且是一個領先指標 通常是領先12到18個月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看到這個啊 嚇壞了1978年至今嘛 只要每次出現這種現象 他都會造成國際股市 造成美國股市出現一個大幅度的下跌 那實際上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國 包含像最新公佈德國的這個PMI嘛 包含世界各國這個製造業採購經驗的指數 其實都是偏弱勢的一個狀況啦 但是他會立刻跌嘛 立刻進入經濟衰退嘛 其實還不會啦 就是說他會領先12到18個月嘛 但代表說換句話說 還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嘛 那美國總統選舉什麼時候 是明年的11月嘛 所以時間還有一段時間嘛 所以代表說 其實到美國總統選舉之前 其實盤可能還會有用 因為這個利多因素會在撐嘛 會在撐 好那再來是這個課稅問題 其實課稅問題 反正一半課一半不課嘛 影響性是減半嘛 但影響還在啊 那現階段還有2500億25%關稅 已在持續當中 所以這個當然也會對於整個總體經濟造成影響 那市場呢 認為說 你大家要站線嘛 其實 這個新的關稅 他部分是延緩課 延緩的部分也不代表不課啊 將來可能時間到他優惠課嘛 所以這個要取決貿易談判的進度 才知道嘛 所以市場不認為說你延緩課 景氣就會變好 所以才會導致說 美國股市 就是昨天又把這個上漲400點的這個漲幅 又全部吐回去 還加倍奉還 那這個是美國道雄光位指數的一個股價走勢 你要怎麼觀察美國道雄 其實道雄你就看這個地方 橘色這條線叫年線啊 年線上次10月份嘛 就是2000億克10%的時候 他大跌一段嘛 5月份是10%變成25%的部分嘛 那跌破年線之後 你要迅速的漲回去啊 漲回去你觀察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你就看他的這個KD指標 KD指標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 他在修正到低檔 他黃金叫他往上走的時候 他後面就長一段上去嘛 那這個地方呢 破年線之後 他一樣底部在20以下 出現黃金叫他往上 後面又站回年線 持續往上攻嘛 這一次也是一樣 這一次他跌破10 跌破這個年線部分呢 其實你要還是要小心 那目前看起來還沒有指紋 指紋的關鍵是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 KD指在這裡大概30左右嘛 他還沒有回到這個20以下 如果他往下修呢 一持續往上修 修到這個20以下 再從這個低檔 往上做黃金叫他往上 持續 這個地方也站上年線位置 那就代表美國到窮會暫時指紋 會暫時指紋 所以現階段呢 你對於美國股市還是要稍微觀察一下下 因為他這個地方還會持續震盪 那至於德國其實這個地方 他已經很明顯跌破了 所以我想關於美國股市 現階段還沒有落底 還沒有落底 好那這個地方也是投資朋友所關心的 就是這個推特在 川普在推特上面還有講 說這個解放軍 根據他的情資 解放軍已經到這個香港邊境 那現場傳出的訊息是說 香港的市區 又看到這個20幾輛軍車在那邊集結 感覺上好像是這個解放軍的軍車 可是實際上呢 應該不是啦 因為這個地方只有20幾輛車嘛 那這次號召這個禮拜五 禮拜六這個抗議嘛 那這個地方 如果動輒上百萬人出來抗議的話 基本上20幾輛軍車 這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團隊認為說 香港你立刻要做這個震報 這個機率是相對比較低啦 你只要特別留意 小心謹慎 戒備就可以了 好那再來是看這個橫子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今天橫生指數 假設說這個新聞訊息是真的 是很明顯的 就準備要 入港要準備做一個震報的動作 照理來講 港股應該是很明顯恐慌下跌 可是實際上香港沒有 香港今天開盤開低之後 就往往拉 因為這是國外的報價 所以它這個綠色的K棒 它是上漲的 所以它今天是開低之後 到下午還翻紅 漲100多點 它是持續往往拉 但如果假設真的有什麼意外事故 真的什麼到後來發生這個人命 生命財產的安全之後 演變成一個更嚴重的動亂之後 假設真的產生這個武力鎮壓的話 那引發這個港股 甚至國際股市 再度的往下做一個修正 其實代表說前面這個低點 也跌破之後 那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支撐 但是它會產生一個超跌的買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因素 它不是經濟面的因素 它是屬於政治面的 這個非理性的下跌 所以這種下跌呢 理論上它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既然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它產生的一個利空的下跌 它反而會變成一個超跌的一個大買點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們要特別留意了 就算它出現這個最糟糕的情況 其實也不用太恐慌 反而會提供一個超跌的好買點 好 那再來是我們剛剛提過嘛 個股你跟大盤要分開嘛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自選長寶圖 我們分享給GoToSmile的一個股票 才八檔股票 其中有四檔股票 到今天為止 有幾檔股票 還是蠻強勁的 那比如說我們像這個生涯辦的部分 今天尾盤它還往上做拉高 那這個地方還沒有持續往上走高 那尾盤又接近整個波段的一個新高價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有些股票還有它特殊的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 400張以上的大股東 你看它籌碼 持續不斷的在增加 那散貨籌碼是在減少 越漲散戶越少 可是大戶呢 是一路加碼 難怪它一直漲 因為它營收業績表現不錯 創歷史高 那比如說像這檔6411的經驗 那這檔6411的經驗 今天也漲3% 那台股跌100多點 它漲3%上來 你看今天創波段新高 一樣嘛 也是業績創高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7月營收創史上第三高 你看大戶 大戶的籌碼是一路的往上做加碼 那散戶呢 散戶是在賣嘛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後世來是值得期待的 因為這個籌碼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好 那更換它有業績嘛 可是你看這個 其實這個盤今天啊 這個盤這種狀況沒有很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資金還是在少數標的 你看這個強的還是強嘛 散熱族群 雙紅看尾盤又拉高 那這個操縱部分尾盤也是收高嘛 可是這樣子的股票呢 有沒有 不要去追它 為什麼 因為它的業績雖然很好 表現非常不錯 那為什麼不追呢 因為你的成本差距跟這些大戶差太遠了嘛 比如像雙紅 它的這個大戶的集中區是95塊附近 在這個地方嘛 可是現在到200 最高200.5嘛 200塊左右 你的成本跟它差距有沒有 差了一倍以上嘛 所以這個地方 大股東其實還沒有放手 這就是為什麼 它股價是很強健的原因 但是散戶呢 其實它的籌碼相對低啊 那你如果在這個地方追 其實你的成本跟大戶差距太遠了 所以這時候你要尋找標的呢 是相對位階比較低的才剛剛發動 比如像這個業牆 你從長期來看 其實這個地方是剛剛發動嘛 那今天 竟然尾盤還急拉往上攻到漲天板 而且這場標的呢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8月8號 它拉第一根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過這場標的 其實這場標的也是有它特別的原因 為什麼它籌碼很集中嘛 你看這地方有沒有 橫盤整理很久一段時間之後 大股東持股 大股東持股竟然接近95% 還得到94.5% 散戶持股100張以下只有3.798% 換句話說大部分的股票都在誰手上 都在大戶手上嘛 難怪它要拉輕輕鬆鬆就往上走嘛 而且這個是散熱族群當中 其實也沒有什麼動的一個標的 其實像這樣的標的面其實還有 那只是說這樣子的標的呢 你要用心的去做一個尋找 持續的一個留意 好那比如說像這樣的股票 其實這樣的股票 在未來如果盤勢 那跌的更深的時候呢 我想我會進場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操作 因為像這樣的股票呢 就是未來選舉行情 它一定會漲的股票 為什麼因為選舉跟它有關係 每次只要選舉 這一個族群的股票它都會漲 那最近呢法人有沒有開始大買 而且你現在這個成本位置 其實跟上面這個大戶集中的這個成本區 是很靠近的 重點是你看這個大戶 大戶近期是出現一個明顯買超 而且這個地方才剛剛買上來沒多久 散戶的持股這16% 而且散戶持股相對低是在減的 所以像這樣的標的選舉概念個股 那這個地方我覺得要特別留意 好另外一檔是PCB的概念個股 其實這樣股票橫盤整理很久 它股性非常牛啊 我關注它很久了 但一直遲遲沒有下手 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太牛了 而且這個地方它也沒有什麼跌 那反正這個地方如果大盤有非理性的下跌 跌比較多的時候 這樣這檔標的呢 其實我應該會進場做一個買進 因為你觀察這個大股東有沒有 大股東持股從低檔上來之後 在高檔橫盤整理很久 那它都是一直抱著 只是股價還沒有明顯的波動 可是你看散戶呢 散戶的這個重碼是沿路的下跌 所以這一檔標的其實 根據我們團隊研究 它今年的EPS 獲利表現會相當不錯 應該會接近一個股本 那股價現在才70幾塊了 所以我想它算是一個被低估的一個標的 那接下來我想這檔標的可以持續的做一個留意 那整個台北股市的觀察 現階段它就是持續打底探底足底 那這個底你說1018點會不會跌破 不要預設立場 因為國際的變數太多 你根本不曉得它到底會不會 會不會突然川普有講什麼話 或者說會不會這個香港突然出現一個什麼震爆 那只是說這個地方 你不要預設立場 也不要猜最低點 那手上的持股 現在就保持一個最低的持股狀態 那你就是觀察美國 其實美國這個VIX恐慌指數 它在20附近晃一晃 那我們先前有提過 20是一個引爆點 那你持續在20以上 你就是要提防 這個國際股市的波動還是會很大 可能大漲400大跌五六百七八百 這種情況還會持續的再做一個發生 好 那重點是一旦底部測試完成 就我們剛剛所提到短線 它出現這個收斂 然後正式黃金交叉往上走 確認了之後 那底部測試完成了 那就是準備要迎接這個總統選舉行情 到時候我們再來全力進場做埋進 好的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這個參考 那更多詳細的訊息呢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持續鎖定我們股民當家賴訊主 我們帳號是小小鼠HCD5326J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